二月份河南省鲁山县的看守所有一名嫌疑犯死了 当地警方最初给出的解释是喝开水死亡 不过现在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这件事情的真相被查了出来 现在已经有四名民警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查处 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山县公安局局长和主管副局长免职 二月十八日晚 鲁山县村民王亚辉被县公安民警以涉嫌盗窃而带走 三天之后在看守所死亡 警方称死亡原因是喝开水死亡 但死者身体上是伤痕累累 警方的结论引起公众哗然 喝开水死成为继躲猫猫之后的又一个新名词 此事查明之后 为避免执法过程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情况再次发生 河南省公安厅出台规定 今后凡发生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的 要迅速查清事实实实责任追究 县公安局局长分管副局长 要引救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省辖市公安局长要到省公安厅做出深刻检讨并通报全省 此外河南省公安厅还决定 以基层索对和执法岗位为重点 用一个月时间集中开展一次 执法安全隐患和苗头问题大排查 深入排查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部位 重点岗位和重点环节 严防再次发生执法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